我们来做对称图形 首先我们要把这一个图形做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图形 我们选择复制 重置一个图形之后 选择迷落这个功能键 你可以选择 滑鼠上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这个会跑到 由右边跑到左边 选择这个 然后你把它移开来 这样就有两个对称图形 假设你要做垂直的对称图形一样 先做重置 这一个 选择 重置 重置之后再选择 迷落这个功能 你要做哪一个 做成这样选择这一个 然后再把它移开来 这样你就很容易拥有一个对称图形